長得得主 長鋒先生 在中無所謂 雙金贏長鋒 十四年前在中金馬獎 獎身的成就獎獎 獎祖坐到家的獎要沒他地方放 不過他沒有因為這樣 停止腳步 他96歲的高零班電影 拿到上海電影摘金色獎獎的 最高男主鑑 他在100歲時告別人性無台 這是我的好朋友 幫我早點兒死悄悄啊 走在三十八年前 發射酒店 兩種結局 長鋒拌一個 帝陸絕情的中年十無人 將太太拜託好朋友照顧 兩人刷三省甘情 心處於拌得好 拿到金正中追加男主鑑 有這麼好的演技 要不認識庫班出身 幫著人家定步警 幫著人家畫海報 就這樣 然後呢 說我也來演 今天香港人自立演技界 1976年 就在金馬獎的影響 1975年 1976年 拿到金正中 日空空半年 金馬獎獎獎獎獎獎獎 日空一五年 金正中五十九年的時 在到特別講現象 超過七十年的經驗 也因為他記憶很好 就算台宿還比較長 他也自我要求一定要 背得很少 他的舌頭不但長的時候 用的是山水 井水 血水 自來水 燒的煤火 彩火 燙火 這是什麼時候的詞啊 七十年前 醫生的作品有幾百歲 一直到幾年 都要在接戲 身體很嚴重 不過在過年以前 長風因為人不爽快 都在面前的時間 是越來越久 切落就不再精神了 以醫生熱愛表演藝術 競進精神 永遠是藝人的典喚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